我是1978年输马的 想问健康还是三个女性 1978年输马的是吧 小弟你要注意啊 你现在的肠胃啊 经常不舒服啊 对 好 你生出来的时候体质不是太好 那么你现在呢 我看到你的前途 你的前途不错 小弟你以后有点权力的 但是你有一个很致命的毛病 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气量太小 很勇敢 一定要气量大 你听得懂吗 你如果以后想做 很高的领导呢 没人家呢 或者做老板呢 你就必须要气量大 一个人气量一定要大 明白吗 你这个人就是 什么小的东西 都记在脑子里 都想在心里 不好的 一定要忘记他 明白吗 还有一个问题要当心的 跟女人 女孩子不要太多 听得懂不了 你以为都是你漂亮人家来找你的 是人家那几个女的过去 钱是欠你的 这辈子来还的 不要以为你好看的 因为冤结的 有冤抱冤 有再还再来的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你要赶快要 这匹马要悬崖勒马了 悬崖勒马了 你这个马现在我看还在往前跑 没有勒 所以你现在一定有女朋友的 讲都不要讲 没有 没有更糟糕 有一个其他就没有了 这没有的话更多 听得懂吗 懂 懂了 以后要注意 还有 自己要注意 一个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肠胃 还有你以后晚年 就是有一个病不是太好 你们家里 有一个长辈也有这个病的 就前立腺 就是小便不好 念尿瓶尿急 你没爸爸 你爸爸应该就有这个病 我爸爸得胃癌一次 胃癌 去世了 去世了是吧 比较当心的 像这种病 家长对孩子都有影响 所以就跟冤结一样的 爸爸妈妈做坏事 孩子都会有影响 你听得懂吗 明白 我看你呢 没有其他的问题 前途有的 钱财也有的 两个问题 一个是短命 所以命一短 有钱也没用 有名也没用 有利也没用 那么你找到台长 台长今天讲给你听 我不会不救你的 你想长命 你知道用什么方法 你现在先告诉大家 念经 还有呢 烧小孩子 小气看着呢 就不知道很放生 听得懂吗 他这种人跟女朋友谈恋爱也是吃麦当劳的 对不对啊 对 大家开心不开心啊 发喜春吧 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啊 小丁 没了 还有告诉你一个问题 以后穿衣服 不要穿这种衣服 你要知道 身体上这个地方 不能有一条条黑的 还有很多人不懂 有广告衫 在这个地方带块像黑布一样的 不好的 还有身上这个肩膀 这个黑的都不好的 明白吗 过去叫富贵衣 就是很穷的人 一块补丁 一块补丁 叫富贵衣 你听得懂吗 你这种衣服都少穿 你这个人 你其实从小生出来很白的 对不对啊 对 我告诉你 我现在看你这个就是白的 明白吗 现在你必须要穿白的衣服 你人马上会亮出来 你事业运程都会好起来的 听得懂吗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念经 好不好 谢谢